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多朋友都会听过一句笑话 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富贵不能延续到三代呢 原来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 因为第一代 往往很努力地创造事业 等到第二代就已经没有这个奋斗的目标 没有奋斗的动力 因为学会开始享福 享受得多 慢慢滋涨出各种 娇且淫逆的思想行为 如果还有余力的 福分还足够的 会延续到第三代 若不是 一定是 感召那些比较过分 更加挥霍 更加奢侈的 浪费的子孙 其实往往在第二代 来到第三代 根本就毁了 就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 往往他们重视的都是钱财 是事业 他不重视教育 对家庭兴旺发达的因果 原理他们不明白 总是用一些 细族的东西去教小孩子 这样就会招致更加大的恶果 这些古人说 教小孩子要嫌 一定要帮他明白 去培植福德 同时要明白这些道理 其实真是对自己的子女爱护 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我们把钱财 给他们挥霍浪费 他们又没有能力去把控 结果交了恶友 做出种种奢侈淫逸的事 那就毁了他们 孩子应该从小管教 是严厉的 一边教他们道德 一边教他们社会的种种知识 将这两方面 一同教他们 等他成长了 他就没问题了 而且还能够继承祖业 发扬光大 我们作为父母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把钱财 作为唯一的东西 给子女 而应该是培养他们这种观念 让他们 明白怎样去保持长盛不遂 保持福德不退 就是要 修身 修心 和多做善事 令子女自己能够保持 艰苦奋斗 保持拼搏向上 这些精神 只要有福报 只要有常进心 子女他们自己都会发达 我们把子女这种 立本的道理 教他们 是比赔钱他们更好 让他们走上正路 用他们自己的手 去创造 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这才能令他们永远长城不遂 让自己的家族永远的兴旺发达 才能真正利益孩子 利益我们的子孙后代 作为父母 我们要被子女 培养福报 我们要多做一些善事 助人的事 有益于社会的事 子女慢慢看到父母的作为 以身作则受到分途 自己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他才会自己活学活用 同时他会把这个道理教回自己的下一代 那我们的家庭就不会出现这些 伤天害理 败坏家庭的事情 有了高的素质 有了福德 有了智慧 子女自然会 吹向正面 吹于向善 吹向幸福 安忍 如意吉祥 你说这样是不是多好呢 所以经常说父不过三代 是我们做父母的 只是给享乐他们 不会教导他们这些道理 多谢你们收听